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教育方面亦是很重要 因為可以回學的情況一路退,根本未知何時可以真正正上學上課 所以在這段時間,教育局不斷發出不同的資訊或資料給各位家長,讓他們更新 例如黑區教育局一直在說如何在網上支援學生的學習 而在上星期,更加是黑區教育局發出一個問卷 給學生的家長問他們家裡有沒有電腦或技術上能否支援學生的資源 就像這種問題,所以今天胡二欣請來約克區教育委員 以及全安省公共教育局理事譚國成Alan可以解答我們這些問題 Alan你好 Amy Alan,麻煩你解釋一下 首先講一下這個研究的作用在哪裏 因為在黑區教育局,我們有12萬7千名學生給我們服務 但是我們就不太清楚,究竟他們家裡有沒有電腦 或者有沒有上網的支援 所以這次我們做一個研究是要問每一名學生 他們在家裡,關於電腦和網絡的情況 原因是因為我們看到政府都可能將這個生學校的時間會延長 也聽到有很多家長他們擔心,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譬如四月或者去到五月、六月都是沒有學校的 那究竟除了安省政府所提供的網站 在網上可以看到一些過程之外 那在教育局方面,那些老師怎樣可以幫到學生呢 所以我們在整個過程裏面,特別在過去的一年禮拜 都已經很接近去做一個平台 來講 ideals方面,是可以領連看看老師和學生 我們最終的解決是把 rate bias 就是去網 Hola existe 我才沒有認同學,indo gehad 文螢幕和每一個你們的網路 既然現在逼得國際知識的人 有的科拜傢試上有兩次的分數 適 Terence 或者使用那個組織法 就讓學生可以連接去學生 有些學生需要一些電腦 因為他們家裡可能沒有一些電腦 或者電腦不夠快 也有些學生在家裡沒有上網的支援 所以在教育局來說 當我們搜集了所有的學生有需要的情況 我們就會個別提供一些Notebook 或者Chromebook 是給這些有需要的家庭 特別是有些家庭沒有網絡 我們都會在教育局出錢 去幫助他們提供這個上網的服務 所以家長在上個星期的時間 都應該收到一些電腦 或者如果你沒有電腦 他可能都要把那些訊息傳到你的手提員 但都是那句 如果他們沒有電腦或者沒有訊息 那怎麼辦 如果大家都沒有電腦或者沒有訊息 其實這個星期開始 我們學校的老師 是會個別用電話接觸每一個家庭 希望第一 提醒他們做這個訊息 但是如果他們都沒有這個上網設備 或者沒有做這個訊息 或者是那個電腦他又收不到 那老師就會用電話 跟家長或者跟學生去談 他們是否需要有些Notebook 這些支援的 還有我們都很想知道 有些什麼軟件在他的Notebook裡面 那將來我們將這個平台做好之後 那老師和學生就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這些老師打電話給家長的時間 就不是用學校的電話 或者其他其他資料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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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老師是會用這個方法 去打電話給家長的 所以家長盡量在這個星期 都接了所有的家的電話 而用這個平台之後 如果真的去做教學的時候 屬於一大班的教學 還是一些個別或者小組的呢 我們在這兩個星期 就做了有幾個平台 是給老師自己去選擇 所以老師當他打電話給學生的時間 他都要問學生 他可能比較熟悉這個平台 會多一些 所以這個情況 當我們在這個星期做完這件事之後 他們選了一個平台 就會在4月6日的時間 就正式開始用這個平台 但是因為這幾個平台的情況 有一些就是 純粹是 比如Google Classroom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軟件 都未必有這個 即時的視頻那個影像 所以是很視乎 那個個別的家庭 和老師的那個配合 我相信兩方面 大家配合到的話 有機會是可以很 flexible 可能只是老師單對單 或者一對二十 或者一對三十 那是同一時間 是有一個網上的課程 但是有很多的情況 老師都可能刪一些video 或者一些網上的資料 material是給那些學生的 那我相信除了在那個 當跟老師和學生談完之後 那學生都有機會 在自己家裡做這個網上的 homework 即是功課的 而將這些assignment 是會用電腦傳輸給那個老師 作為這個assessment 所以在不同的platform裡面 是很視乎老師 是怎樣配合到學生去做 而我相信這個term 十二班的學生 就最為緊張的了 因為他們要考上大學 所以他們這個term的所有credit 都很重要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們這個term 會不會完成到他們的credit呢 因為在十二班的學生 雖然有一些分數已經遞給了大學 但是他也需要完成這個學期的課程 他才夠credit去畢業的 所以在這個網上課程裡面 其實是囊括了由幼稚園 去到中學的十二年班 特別在十二年班那裡 我們都是和普通的課程一樣 當然老師是會用這個網上的課程 是幫學生完成 現在手頭所欠的credit 但是所有學生都不用擔心的 因為這個網上系統裡面 是一定會幫到他們 是完成了這個這個學期的課程 但是我也要重申一點 學生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在這個網上的課程裡面 所以老師都會用不同的平台 是令到他們可以完全 是可以和學生有一個assessment 所以那個分數一定是會 可以在這個學期完成 令到大學可以正式地收納他們 那你說到的assessment 是否意思說 他們所有的功課、測驗、甚至乎考試 其實都可以由這個platform上去做到 然後可以拿到credit 沒錯 所有的assessment都是要經過網上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中學生 他們都會有經驗的 因為根據他們的數據 都會清楚 有很多的中學的學生 還有老師都是在用google的 所以在這個中學裡面 其實我們都不會太擔心 那個科技運用的情況 那我相信這件事 如果這個星期 老師和家長他們去 大家去談這個時間 他們一定會解除 就是找一個最好的platform 是令到雙方面都可以接收到 學生的進度的情況 或者是需要交一些雜貨 或者交一些project 或者是做testing 就是做exam 那有機會都是可以完全 在網上可以完整的 Ellen 如果有些家長還有問題 或者concern的時候 那有些什麼方法可以聯絡你們呢? 那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在教育局 我們都不是一個essential的business 所以很多學校是一定要關門的 所以就算是學生或者是家長 他們有些什麼concern的話 那他們其實都可以 傳email或者打電話 給他們區裡面的教委員 那教委員是會把他們的問題 就會用email pass給我們的職員 那這些職員都會用email 去回答或者用電話 回答家長的concern 所以家長如果在現在的情況 你還是有些問題要問的 那不妨你都可以上我們 教育局的網站 去找我們的學校裡面的教委員 那他一定是會幫到你們的了